中美高层战略对话首场会议举行 针对民进党当局防务主管部门负责人口出狂言 与民进党当局恶意攻击农林22条国台办回应 明波镇海台商学习两会精神 赶配祖国发展 台陆委会称恢复大陆商务人士申请赴台 蔡英文称民进党反对重启核四遭翻出15年前画面打脸 朱立伦呼吁蓝莹整合 称没有2022 绝对没有2024 岛内早交公投第二阶段70万份联署书送件 民进党当局力鼎的台湾国际农业开发公司成立5年 资产亏损58% 遭呛不及格 王定宇扯同党女性民代为同居案辩解遭同批 阿里山大火延烧一公顷 与百人抢救中 起火原因代查 综合央视新闻报道 当地时间3月1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安克雷吉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 杨洁篪在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开场白中 阐明中方有关立场表示 我们希望这次对话是真诚的 坦率的 杨洁篪强调 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 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与中国打交道就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 历史会证明 对中国采取卡脖子的办法 最后受损的是自己 王毅表示 中方适应美方邀请而来 安克雷吉位处中美两国首都航线中间位置 是中美交往的加油站 也是中美两国相向而行的交汇点 过去几年 由于中国的正当权益受到无理打压 中美关系遭遇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 这种局面损害了两国人民利益 损害了世界稳定与发展 不应再继续下去了 中方过去 现在 将来都绝不会接受美国的无端指责 同时 我们要求美方彻底放弃干涉中国内政的霸道行径 美国的这个老毛病要改一改了 中方代表团官员就中美高层战略对话进行背景吹风表示 中方带着诚意应邀来到安克雷吉同美方进行战略对话 并做好按双方事先商定的程序和安排开展对话的准备 但美方在先制开场白时严重超时 并对中国内外政策无理攻击指责 挑起事端 这不是待可之道 也不符合外交礼仪 中方对此做出了严正回应 另据凤凰新闻现场报道 此次会议中美双方各允许六名记者进入会场 在开场发言中 美方先进行表述 杨洁篪主任和王毅外长随后对美方关切进行了回应 并严正阐明了中方立场 双方从开场致辞开始就不断你来我往 因此时间比预计的长 持续两小时仍未结束 美方不仅在记笔记 还不断传递小纸条 白宫的中国事务协调员精通中文 因此现场没有通声传译 会谈也没有安排午餐和晚餐 根据双方商定 本次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将于当地时间18、19号两天举行 这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 中美双方高层首次面对面沟通 中方在此前表示 希望通过对话双方能够按照两国元首通话精神 聚焦合作 管控分歧 推动中美关系 健康稳定发展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3月19号答记者问 针对有记者问 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日前叫嚣 大陆打多久就赔多久 引起台湾网友嘲讽 对此有何评论 朱凤莲表示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 针对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 我们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这样做绝非针对台湾同胞 而是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朱凤莲指出 民进党当局有些人口出狂言 再次暴露了台独势力无底线的挑衅 他们以为勾连外部势力就可以以武谋独 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作对 完全是利令之昏 这种挟洋自重吹哨壮胆的言行无异于饮阵止渴 历史早已证明台独是走不通的绝路 民进党当局若胆敢铤而走险 拿两岸同胞的利益扶持和台海和平稳定做赌注 必将遭致毁灭性失败 针对有记者问 大陆出台农林22条措施之后 民进党当局多个部门大放厥词 恶意攻击 对此有何评论 朱凤莲表示 农林22条措施是落实19届五中全会精神 推进十四五规划实施的具体措施 进一步为台胞台企参与大陆农业林业高质量发展 及乡村振兴提供同等待遇 将深化两岸农业林业合作 增进两岸同胞亲情福祉 该措施得到台胞台企的热烈响应 朱凤莲指出 民进党当局攻击抹黑农林22条措施毫不奇怪 其一贯逻辑就是 每次大陆出台对台湾同胞有利的事情 他们都一概反对 凡是对台湾同胞利益扶植有利的事 他们就对着干 他们之所以如此 就是担心广大台湾同胞 从祖国大陆发展机遇中 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从而看穿他们的政治本性和欺骗伎俩 进而抵制他们制造两岸对立的图谋 朱凤莲强调 民进党当局企图封堵台湾同胞 谋发展求福祉的路是不可能得逞的 他们堵不住台胞台企 在大陆广阔天地实现更好更大发展的机遇 也堵不住台胞台企 把握大陆发展机遇提升利益福祉的空间 更堵不住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历史趋势 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 为国人描绘了奔向美好生活的蓝图 对于在大陆经商生活的台商来说 两会中蕴含着商机和红利 在台子企业集聚地宁波市镇海区 台商台署专门邀请专家学者讲解两会精神 他们深深为过去一年国家的发展成就感到自豪 也期待在十四五期间参与祖国的发展建设 肖百元是一位来自台湾的创二代 在镇海经营的金属制品厂 已成为肯德基、麦当劳等餐饮巨头 门店锁具的供应商 在当天的讲座中 他和三十多位台商台署共同听取讲座 了解全国两会概况重大决定 聆听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传达讲解 肖百元认为过去的一年非常不平凡 大陆经济仍然取得重大成果 在困难和挑战之下 国家出台了很多扶持台胞台企的政策 让他们很有获得感 听完培训课之后 我个人对去年抗疫防控印象比较深刻 对政府的各种措施及政策落实 以及老百姓的配合记忆犹新 如今国外疫情仍在不可控的情况下 国内已经基本恢复正常 这让我在国内生活信心十足 不少台商台署还表示 两会传递出十四五发展的新机遇 新希望 台资台企能够充分利用当前各种福利政策 共享大陆经济发展红利 他们打算积极与在台亲人联系沟通 把大陆近年来的巨大变化分享给台湾的亲人们 也邀请更多的台湾有志之士来大陆发展新业 身为台报谈署 我深深的为祖国的繁荣富强感到骄傲 无论我们隔得多远 在祖国的土地上都是家 我们的心也是永远在一起 综合台媒报道 台湾陆委会主委邱太三18日下午宣布 基于活络两岸经济往来活动 大陆人士赴台从事商务履约或跨国企业内部调动 经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恰各机关研商 即日起可提出申请 综合台湾联合报报道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18日在联谱网发文表示 民进党一直反对重启核四 是中国国民党一直主张重启核四 但是核四的风险包括了核四是危险拼装车 耐震标准落后 还位于危险地震带 所以重启核四并不可行 加速落实 能源转型才是正途 中国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反击 指出在2006年4月27号的媒体报道中显示 蔡英文曾明确说 核四场一定要盖完 根据当时的报道 时任台湾地区副领导人的吕秀莲在民进党中常会表示 核废料技术已经倾尽 核能发电是绿色能源 反核可能成为落伍的概念 民进党应重新思考核能政策 时任台湾地区行政机构副负责人的蔡英文 在中常会报告时 也指出当时台当局行政机构的立场是 核四场一定要盖完 而2014年4月 前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 与时任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负责人 将议化共同做出核四停工封存 为下一代保留选择权的决定 江启臣表示 当年民进党盖核四 国民党封核四 与蔡英文现在的说法完全背道而驰 是领导人级的错假信息 请问蔡英文是记忆错乱还是背道账号 难道尊重岛内民众决定 对民进党而言很难吗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 中国国民党主席将于7月改选 前主席朱立伦18号表示 民众希望国民党不仅能扮演好强力监督民进党的角色 还要引领议题 强调没有2022就绝对没有2024 呼吁现任主席江启臣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台资深媒体人赵少康 智库副董事长连胜文等都要共同协助要参选2022的朋友 打赢2022 国民党才有未来 魁为一个多月后 朱立伦昨日首次公开露面 协同公益组织开展活动 他宣布下周将开展公益之旅 以他过去担任中国国民党党主席 县市首长的经验 协助有意投入2022县市选举的党员 号召大家支持他们或整合各地力量 朱立伦强调 没有2022就绝对没有2024 眼睛如果只看着2024就没有2022 中国国民党就是因为无法脚踏实地 争取县市民众支持 以及扮演好在野党角色 才让支持者失望 他呼吁每一位国民党重要朋友 都要全面合作 虽然外界解读朱立伦近期 应该就会宣布参选党回 但他未正面回应 对于连胜门抛出专职党主席 即江启臣称愿做造王者 朱立伦表示 他不必为自己设框架 也不必为他人设限 因为民众所期待的国民党的领导人 要能强力监督执政党 能整合各地力量 赢得2022现实选举 因此他不愿介入党内的纠纷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 岛内早交投票第二阶段 70万3052份联署书 18号送抵台选务机构 联署数量已超过规定份数 渴望成案并在8月28号投票日举行 投票领先人潘中正说 希望民进党在投票前反思 不要用谎言置台 否则这个社会将永远对立 空转 送选后也开启了 与民进党当局沟通的大门 希望至少要召开听证会 期待提出有诚意的方案 他强调 他们没有颜色 如果有颜色的话 那就是粉红色 台湾公民参与协会理事长 何宗勋说 无论藻礁投票 最后成功与否 民进党势必成为最大的输家 如果投票通过 是人民用选票教训 背离环保核心价值的民进党 万一没过 民进党将被贴上破坏千年藻礁烙印 创党核心价值将被摧毁 台湾满野新族生态协会理事长陈宪正指出 在投票结束前 台湾终有应停止施工 目前投票第二阶段有逾70万人联署 这不仅是民意的展现 更凸显三阶 设置在大潭藻礁并非没有疑议 呼吁在投票出炉前 所有的海域工程应立即停工 台行政机构也应立即提出其他替代方案 台选务机构称 后续将在5月17号前完成查队 并在5月27号前举行委员会议 确定投票案成立公告事宜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 大陆暂停台湾波罗进口 民进党当局说要组农产台湾队 作为队伍中的一员 民进党当局力挺的台湾国际农业开发公司 已经成立近5年 有数据显示 台农发从成立到2022年 净值仅剩下9,865万元新台币 而在2016年公司成立时 原始资本额为2.4亿元新台币 至今已亏58% 台湾民众党民意代表蔡碧如 要求给台农发打口气 并质问5年来到底卖了什么 民进党当局农业事务主管部门声称 台农发除了波罗以外 有好几项农产品外销 也有好几个外销地区正在准备中 至于台农发营运状况 该部门并不清楚 该部门副主管陈俊记称 台农发不是在跟岛内的贸易商抢生意 是针对开发过去比较少出口的国家和地区 做试水温的概念 在适当的时候才会引领贸易商往这边走 中国国民党籍民代曾明宗表示 台农发亏掉了将近58%的资本额 不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 台农业事务主管部门还悍然拒绝提供相关数据 财务都不能公开 这农业台湾对不要也罢 蔡碧如质询时说 台农发的三大核心目标 农产品进出口 技术输出 海外投资与资产外销 到底做到哪一点 台湾农产品都是岛内民众自己努力销出去的 跟台农发没有关系 台农发成立五年了 到底卖了什么 这个销售员做的根本不及格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 民进党明代王定宇近日爆出同居疑云 神秘多日后出面回应 不料却开始不断转移焦点 中国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红威不满地表示 他一下子上节目怪台立法机构会馆环境差 又愿租房给他的美女发言人严若芳 8000元新台币的房租太贵 18号竟然又瞎扯出其他同党女性民代 也曾与他同居 不禁让王红威直呼 王定宇 别再牵托无辜女性 到底恶不恶心 王定宇18号受访提到 他读大学时跟学弟妹分租 当时开玩笑是同居关系 其中有一个学妹就是某中部现任女性民代 那才是同居 对于遭影射 民进党民代何欣纯受访澄清 当时是大学生想省钱 而且还有其他学姐一起分租 王定宇应该讲清楚 并呛声到最后你说了100个谎 还是没有办法圆那个谎的时候 那才是最糟糕的事情 王红威发文表示 自己身为女性 对于王定宇这样的瞎扯 拖其他女性下水 真的感到相当气愤 他认为大学时期与好友共同租房 本是很正常的事情 与他被曝出的同居状况 根本就不能相提并论 他呼吁王定宇 记清楚他自己说过的话 对于政治人物而言 私德一直是公务事务的一环 请勿再到处乱放话 转移焦点 也不要再伤害其他无辜的女性 前民进党民代沈富雄坦言 何欣纯没事被人泼脏水 所以音量大反应快 讲得彻底 反观颜若芳跟王定宇若真的清清白白 那颜若芳第一时间反应 绝对跟何欣纯一样 不需要长官指示 自己就跳出来澄清 为什么颜若芳不出来澄清 因为他心中有鬼 综合台媒报道 台湾嘉义县阿里山森林火井火势延烧蔓延 上午近十点火势越过阿里山公路上方 现在已有两条线路 全线封闭 阿里山公路69公里处附近下方 18号下午传出森林火灾 嘉义领馆处 嘉义县政府消防局 台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 空中勤务总队 及台陆军航通特战指挥部联合动员 及119人前往扑灭 嘉义领馆处表示 山区干旱久违降雨 气温又高 此次燃烧地上物主要为草生地 因现场地形陡峭 救火不易 经林务局森林护管员执行地面直接灭火 及空勤总队投水协同灭火 这次延烧面积估算约一公顷 发生火灾原因尚在调查中 以上就是本期两头条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